烏克蘭、波蘭和立陶宛的領袖會面 商討應對地區安全挑戰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和波蘭總統杜達 以及立陶宛總統魯塞達見記者 扎蓮斯基形容他們三個是真正的朋友 討論了地區安全議題 以及日後如何應對共同挑戰 魯塞達就說 歐盟不會容忍俄方從或勢力範圍 杜達也說不應該向俄羅斯讓步 據報這場會議是應烏克蘭要求召開 波蘭和立陶宛同意支持烏克蘭 對抗俄羅斯的軍事擴張 這三個歐洲國家去年成立 盧布林三國簽署聯合聲明 建立新的區域聯盟 擴大政治、經濟和軍事的合作